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日后考验一 repete 关注运气和守风的时候 好,現在由檔位抽得漂亮 絕對可以左右大局 冠軍一里賽排位抽籤儀式 這次在沙田馬場舉行 一眾馬會高層和馬主代表 齊齊到場 為參試馬抽出檔位 步步友排第2檔 花月春風排第4檔 戰利品排第6檔 進馬名區排第1檔 風花雪月排第5檔 宿龍排第3檔 星期日,大家記得捧場吧 冠軍一里賽是馬彈中陸的大戰 作為馬迷 當然要用心力撐一眾參試馬 但記得要溫固自身 冠軍一里賽創辦於2001年 2007年升格為國際一級賽 今屆賽事總獎金增加至1400萬港元 自從2005年開放給海外賽區參加之後 本地賽區合共勝出9次 未來星期日,上屆亞軍步步友 將會捲土重來,拭目以待 雖然冠軍一里賽快要殺到埋身 但這一馬快鬍谷高科技派隊的 押足一萬,當然要玩進去 找尿尿備戰,還要不交給他們 星期日,沙田馬場 將會舉行冠軍一里賽 星期五晚7時半有鮮十八台 方眼馬世界論戰系列 一眾的平馬人 將會為大家分析賽事形勢 記住留意 其實除了深水的騎士之外 我還有很多位深水的練馬師 想跟他們拍合照 接下來介紹的這幾位 又有實力馬要上陣 我很想跟他們拍一張Selfie 五月份首次沙田賽事 有多匹初出三甲馬上陣 其中大摩的新力豐 上陣首度登場就在三級賽跑貴軍 今次再戰同情田草一千米 馬房同類型賽區半數可以再入三甲 此外文家良近貴初出上名馬 下陣全部跑入三甲 辣得肯上場首戰田草千二米跑第二 再跑同情力增保重 至於姚本輝前季至今七匹初出三甲馬 有五匹下陣跑頭兩名 而奮鬥紅心上將初跑田草千二米 就成功贏馬 今次再跑同情絕對有機會 最後提提大家 星期日三甲馬場 將會上演國際一級賽 冠軍一利賽 就回去備戰 我就直到HIDA了 再見